下面解释 十月 第二 民菩提之名于体 分 救 发身 报身 化身 三身二论 发身菩提 救世正如 舌相 第一口 那 明相很多 都说这一段词句 自信清净 体悟杂慧 这就是 禅宗六足悔难 于文 无诸身心 获然大悟是 所愿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就这个意思 自信是清净的 自信没有染污 染无的什么 染无的是第六意识 第七识 特别是第七识 叫染无意 执着就是他 这个东西要放下 这个东西要放下 那么又说 离出天真 不加修正 就是 能大师所说的 何其自信 本自 具足 第三 具说的 因 本自 具足 故 不加修正 要不要修呢 不要修 放下 就是 我们今天 就是放不下 麻烦就在这里 千经万论 佛没别的 叫我们 就叫我们放下 所以张家大师告诉 佛叫人称佛 叫的什么 就是看破方向 看破 就是了解 四十真相 放下 就是回到自信 回到你的原位 就成功了 看破 帮助你放下 放下 帮助你 看破 就是这两样 相辅 相辰 那么看破方向 实际上 就是经教里所说的 只观 观是看破 只就是放下 张家大师在那个时候 要给我讲只观 我听不懂 这是佛修专有名词 他把罐 用看破两个字来讲 把纸 用放下两个字 这个我听得懂 虽然里面的 深深深密意 我不懂 但是我能接受 但是我能接受 当时的渴望 他就会解决了 所以不加修证 念念 都是修证 这在我们 经中讲 念念 解释 阿弥陀佛 也就是本子具足 也就是不加修证 无足文治便受一波 列为第六代足 并远 不赦本心 学法无疑 今天学佛 确实 有它的难度 难在什么地方呢 难在不识本心 不认识真心 用旺心来修行 得的是什么呢 知识 知识 不能了生死 不能出三截 还继续搞轮回 这就是学法无疑了 若设自本心 见自本心 尽命丈夫 天人死 佛 设自本心 重要 不能明心尽心 也要设自本心 要承认 我真的有本心 阿 中国人 小朋友启蒙的 教括书 三字经上第一句 人之初心本善 要相信我们自己 本心本善 没有一点怀疑 我现在为什么不善 从小没人教 学坏了 染上社会上的风气 我以后 没有什么事 从小没人教